他们说这个演讲 看来是现在社会越来越需要的一种东西 主要靠说 各行各业 中国不是 中国也要做领导干部 你少说话 你嘴里说的太好 人家觉得不可信 不是需要 口拙才能 对 连口拙也是口才的一部分 连懂得什么时候不说 连什么时候口吃都是天才的一部分 口才的一部分 当然了 这是个智慧 你不要以为说出来的才叫口才 你比如说他这个里边 大英犀牲 你比如说他这个里边 多很丰富的内涵 你比如说有人说了 说奥巴马的演讲让中国人目瞪口呆 原文说奥巴马夫人说什么 我们学会了做自尊正派的人 努力工作远比挣钱多少重要 帮助别人比自己争先更有意义 我们学会了做诚实守信的人 要讲究真相 不能妄图走捷径或者耍小伎俩 你知道他这个里边还有一种缓解贫富 仇富心理的东西在里边 比如说他引用说我的祖母 我的外祖母 他们从来不嫌别人家挣钱多 他们只是每天早早的起床 做工作 让自己的子女有一个体面的学校和工作 他们就感到这一生完成的很好等等 你看他这个话里边都有玄机的 作为中国人看来呢 就觉得美国在外交上呢 一贯是侵略 而且有很多事情也是利益至上 耍手段 但是美国在内政上的这套宣传啊 不管他宣传是真假 但是那个道理啊 其实是蛮有说服力的 就是家庭价值 就是每个人努力做自己的事情 我们其实从小也接受这样的教育 我们从小都接受一个教育 叫你好好学习 你就能天天向上这么猫猫就是说的 但是多少年以后你才发现 好好学习的人未必能天天向上 天天向上的人他不必好好学习 所以我们现在作为老师的最大的困难是 你是跟学生说实话呢 还是继续告诉他好好学习就能天天向上呢 你跟他说实话再骗他 害他将来在社会上碰壁 你要再跟他说好好学习天天 你好像也在骗他 这才是我们最大的困境 不要说领导 老师都面临这样的困境